今天我们来给小苗堆肥 这是我们种的非常小的番茄的苗 我们发现它长的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给它施加一点肥 这是我们买的超市里买的牛羊粪的堆肥 它的蛋铃甲的含量是0.5 0.5 0.5 所以是一个非常稀的一个有机营养土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有机营养土直接放在小苗的周围 这样既能给小苗营养又不会引起烧根 这是兑完以后小苗的样子 我们接下来要给小苗再加一些水 这样就能使刚才堆的牛羊粪的堆肥 跟花棚里的原有的一些土壤 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同时能给小苗洗一个澡 冲去身上的牛羊粪的堆肥 这样小苗就更健康啦 谢谢大家